观众朋友们好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前 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来自美国加州的谢女士的真实故事 谢女士因不幸的跌倒事故受伤 多年来一直忍受着膝盖的疼痛 然而一切在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保之后发生了变化 现在让我们听听谢女士的亲身体验 她的改变不仅体现在行动上 她的夜间睡眠品质也有了显著的提升 终于摆脱了多年的咽尿问题 谢女士的经历相信为大家带来了希望 也提醒大家无论面对怎样的健康挑战 总是有解决之道的 如果您或者您的亲友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 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保 更多详情请您访问健康520网站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 也欢迎在520网站上提问 将有专家团队为您解答 在这里也声明一下 谢女士的故事只是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 效果可能是因人而异 建议您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之前 都先咨询医疗专业人士 感谢世界核油管上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财经漫谈 我是童心 周二 临近港股收市 一家中资企业的股价 突然在15分钟之内清零了 昔日的水泥巨头为何变成了一只腰股 中国地方财政危机恶化 中共的地方政府成为了当地最大的劳赖 这背后的根源是什么 美国联邦预算赤字达到了1.1万亿美元 赤字的大窟窿怎么补呢 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三个话题 周二 港股出现了非常惨烈的一幕 百亿的水泥巨头 中国天瑞水泥的股价 在临近收盘的15分钟之内 一口气暴跌了99% 股价跌到了不足港币5分前 几乎清零 百亿港元的市值在不到20分钟之内 是蒸发了 仅仅剩下1.41亿港元 大家看过这样的股价吗 根据大陆媒体的报道 其实这个天瑞水泥 在中国大陆的水泥行业排行 排名第九 天瑞水泥的老板是河南水泥大王 在河南的富豪排行榜曾经排名第二 那随着股价的崩塌 恐怕这个首富要变成首富了 当然大家最关心的是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这个股价会崩跌了99%呢 市场上说这简直就是一只妖股 那有网友猜测 是不是有一场精心的策划 是来割韭菜的 也有报道说 天瑞集团是资本运作的老油条 曾经就深度介入山水水泥的股权争夺站 还曾被指掏空了国资企业天元旅业 所以有人猜测 不知道这次的股价崩跌 是不是资本运作中 搬起石头不慎砸了自己的脚 那对于这个话题呢 我也问了一位资深的A股投资人 他说啊 市场永远是对的 资本永远是对的 那崩塌99% 基本上在投资者眼里 这个公司就是破产了 没有前景了 消息面上呢 中国天瑞水泥此前是公布了 截止去年12月底 全年的业绩 全年是亏损了6.34亿元 上年同期呢 还是盈利了4.49亿元 同比是油盈转亏 此外呢 2023年的年报还显示 天瑞水泥全部有息债务 是247.87亿元 资产负债率是达到了61.09% 比前一年呢 是提升了12.38个百分点 那其中啊 短期债务是130.91亿元 由于短期债务 占总债务的这个占比比较高 所以呢 公司是面临一定的债务偿还压力的 油盈转亏 负债率60%以上 就是股价崩塌的真实原因吗 对于这样的负债率呢 其实这位做投资的朋友也是质疑的 他说一位重庆建筑行业的朋友告诉他 所有中国大陆的建筑行业 负债率基本都在90%以上 也就是说啊 这个行业的负债率是极高的 或者说它就是非常脆弱的 一间水泥厂是这样子 那其实它背后可能反映的是一个 整体水泥行业的情况 也反映了经济下行的这个趋势下 众多行业的凋零 尤其像这种房地产产业链上的建筑行业 那在房地产市场火爆的时候 他们赚钱 现在整个房地产行业 被中共党魁西大锤给砸烂了 是到了还债的时候了 当年的日子有多风光 现在的日子就有多难过了 所以啊 即使像这种规模很大的公司 在这种形式下也是扛不住 一方面收入再减少 活少了 一方面是欠债太多 尤其水泥这种公司还不如房地产 情况比房地产还恶劣 因为对于房地产公司来说 最起码手里还有楼 是没卖出去 但是这些楼啊 抵押给了银行还是值一点钱的 只不过呢 就是通过楼把银行给深度绑定了 房地产行业危机的蔓延 其实是有三条路径的 比如我们在近几年看到的一种蔓延路径 是金融体系 先是拖累了地方的商业银行 他们是第一波扛不住了 之后波及到了信托 再波及到保险公司 和中型大型的商业银行 还有一条路径呢 就是例如钢铁厂水泥厂 这种实体行业 危机的影响开始是在 实体行业里面大面积的蔓延扩散 那实体行业啊 不像城投公司金融机构这样 它会爆雷 实体公司的表现呢 就是亏损 天瑞水泥这个事呢 虽然只是冰山的一角 不过呢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危机蔓延的第三条路径呢 就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 例如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 城投公司也会相继爆雷 这是第三个方向 提到了地方财政危机 我们就沿着这个方向 来聊聊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 之前我们报道过 说贵州的一位女企业家 向政府讨债反而被抓 这揭开了庞大地方债的冰山一角 其实去年我们也有提到过 中共允许地方政府发行 特殊再融资债券 通过借薪还救 延长债券赎回的期限 以避免地方债务爆雷 今天我们再和大家分享一份 来自武汉大学副教授冯川的一份调查研究 他说中共的地方政府已逐渐成为了当地最大的老赖 大陆网站网易是在三月刊登了这位学者的文章 题目是地方治理信用投资已成常态 政府称当地最大老赖 冯川是专门研究农村社会和基层治理 长期在中国的基层进行调研 他在调研中就发现 他说中国地方治理中的信任危机 已经层层蔓延到了村里 县政府失信于银行企业和乡镇政府 乡镇政府再失信于乡镇干部 村干部还有工程队 然后村干部失信于工程队村民 村民是对这些基层干部失去了信任 我们先来看看县政府对银行的实信表现 这个表现就是只还利息不还本 报告纪律说 例如贵州省某县长拼政级大推公共建设 明明土地财政仅1亿元人民币 竟然负债了80亿 并且每年还要还利息1亿到2亿不等 但是该名县长仍然大烟不惨的说 债是不可能还了 银行只能要利息 否则连利息都不给 这是表现之一 那县政府透支金融性的表现之二 是为了争取银行放贷 而采取手段虚增国有资产 报告说 在土地市场持续遇冷的情况下 县政府对金融信用的透支 导致银行不良贷款显著攀升 银行资产收益大幅下降 资产质量变差 最终是波及银行体系的稳定 已有不少中小银行资金不足了 需要依靠发行刺激债 来维持资本的充足水平 接着再来看 县政府与乡政府之间的信用投资 报告说 在巨大的财政缺口下 县政府为了减轻自己的财政压力 会截留乡镇的收入 例如河南省Q县财政局和自然资源局 曾向乡镇承诺 每验收一亩富肯宅基地 可以补偿乡镇10万元 当地S镇是腾出了千余亩宅基地 本应从县里获得近1亿元的土地补偿收入 但是2023年底 县里还欠S镇2000万 还有山东某县截留 拖欠本应还给乡镇的税收 导致欠两个镇分别6000万和1.1亿元 再往下看 乡镇政府和乡镇的这些公务员之间 也出现了信用投资 说乡镇虽然财政紧张 但是仍有领导想搞点发展做亮点 所以就只能够用乡镇公务员的工资来做项目 所以乡镇的公务员工资是被拖欠 因为乡镇公务员抱怨 说自己刚上班不久 结果全县各乡镇就停发了计较工资 每月到处的工资只有不到3000元人民币 中共这种基层政府失信的行为 是层层向下传道 最终承担者就到了这些村干部 企业还有工程队 报告说中西部地区很多项目配套资源 资金不到位都是村里负债 基础设施类的村里大概要承担30% 产业类的村里要承担60% 报告举例说 陕西省这一镇的Z村 2017年兴建了一个广场和4个派水管道 总共的实际花费说是200多万 但是项目资金只拨给他们40万 剩下的钱就由村支书自己垫资了20万 其余的部分是由施工方垫付 目前还欠施工方27万 报告说通过做基层的调研 这种类似的案例是非常多的 那在基层治理的末梢村这一集 说村民不再信任基层干部 很多村民怀疑基层干部都是以权谋私 冯川总结说 如今种种无赖化的行为 正在地方治理中呈现系统性蔓延之势 一个可以称为信用透支型治理的生态系统 已经广泛的形成了 这篇文章在中国大陆的网站上还存在着 留言也有一万多条 网友是纷纷留言说 这篇文章里没有一个标点符号是假的 句句实话 还有网友留言爆料说 贵州省负债所有行政收入加起来 不吃不喝要40年才能还清 一座山有5条隧道同时施工 还有网友一针见血的指出 好报告但没有说清楚产生问题的根源 其实这就是中共的地方政府没钱了 就是之前以土地为主导的地方财政被终结了 特别是县级城市和农村 现在卖地有人买吗 这些地方和北京上海不一样 一线城市还是吸引了很多央企国企去那里开发 而三四线城市很多地方的政府已经扛不住了 所以就只能赖账 大家还记得中共的两会期间 好几个省包括天津云南辽宁这些地方政府 去找国有银行商讨要求延期还款 问题是延期能解决问题吗 当然不能 就只能做债务转移 就像一位网友留言写到的 他说已有的债务还不了 新生的债还不断产生 如何化债呢 方法有两个 一是发永续债就是不用还了 二是以行化债 报告也提到无赖化的行为是从中共的县级政府一直传导 扩散到基层社会的最末端 然而并没有哪个行动主体天然就是无赖 他们只是被裹挟在催生无赖化行为的结构当中 他们的失信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 透露出深深的无奈 那不知道这篇文章为什么可以在中国大陆的网站上存活这么久 而没有被404 相信是地方政府在跟中央要钱 威胁中央 你再不出政策再不管地方政府那就只能赖账 地方政府都无赖化了 那地方老百姓闹事 政府还会去压吗 压也压不住了 刚才我们说 有位网友是一针见血的说 没有说造成问题的根源 根源是什么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上梁不正下梁歪 如果一个地方是这样 你可以说是个别的中共官员 或者某一个地方政府的问题 如果在中共之下各地的地方政府从上到下 大规模出现类似的情况 那这是什么问题 这不就是根子上它中共的问题吗 问题出现了中共体制本身这个根本上面了 那今天中共的地方债务问题 是不是就是中共体系的一场系统性危机呢 今天节目的最后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美国政府的债务情况 昨天摩根大通的掌门人戴蒙是提醒了投资者 说高额的财政支出 是在加剧通胀的风险 也在威胁经济前景 那周二呢 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文章说 华盛顿的政客们还在继续花钱 仿佛赤字和债务都是不存在一样的 但是啊 国会预算办公室定期公布的数据 在提醒着政客们 也在提醒着美国民众 享受花钱的快乐是要付出代价的 那什么是代价呢 就是税收 报道引述数据指出 在过去的六个月 就是截止在2024年3月底的六个月里 美国联邦总支出是增长了6% 达到了3.25万亿美元 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是达到了1.1万亿美元 赤字的背后最常见的两个因素 一个是医疗保险支出 另一个就是社会保障福利支出 这两项支出分别上升了10%和9% 文章说除了政客之外 每个人都承认福利支出 导致了赤字和债务 那除此之外呢 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净利息 是增加了1330亿美元 增幅达到了43% 过去这六个月的利息支出 合计是4400亿美元 超过了4120亿美元的国防支出 那随着美国政府不断打破 拒债的上限再加上利率高企 利息支出预计将继续攀升 花钱的时候很开心 还钱的时候就得想办法了 刚才文章说要靠税收 的确过去这六个月 税收收入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 达到了2.19万亿美元 那个人所得税和工资税的收入呢 是增长了6% 而企业所得税的增长是达到了35% 所以如果进一步看这个平均7%的增长率 会发现并非如同拜登总统所说的 公平份额的增长 那文章最后提醒说 对于企业来说可能要瞪大眼睛了 因为拜登想在连任后把税收提得更高 谢谢观众朋友们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不是投资的建议 请您一定记得点赞订阅并且分享 我们明天再见 感谢观众朋友们